哟,我来了 朋友家想挑战一下榴莲 可是挑战失败了 于是大半颗榴莲就被拿了回来 隐约记得榴莲这东西很甜 鹦鹉应该喜欢吃 于是就忍着芬芳的气息 给鹦鹉都拿着尝一尝 果然不负众望 除了汤圆觉得是我在害它之外 Gabby啊,珍珠,Easy还是很给我面子的 本来我是不抱什么希望的 只不过看Easy这么积极 于是我顶着这芬芳的气息 又给Easy抠了那么一小块 其实呢,是可以戴手套的 不过我觉得如果戴上手套的话 鹦鹉可能会怕 所以只好不戴手套了 感觉Easy还真的是很给面子 平时什么水果都挑三拣四的 时吃时不吃的 我真的是没想到Easy今天 对榴莲的热情度如此之高 咦,还扯了一条过去 让我有点没想到的是 珍珠居然追到大笼子这边吃 不过不得不说 这边的榴莲买的其实还是蛮贵的 第二天把两瓣榴莲的芯都去了 就是我也不确定到底这个盒能不能吃 保险期间还是去了的好 看这一大坨 黄瞪瞪 臭烘烘的东西 我真的是 哎,好歹鹦鹉们应该吃 不过 哎,这是怎么了 珍珠怎么一开始摇头了呢 哇,居然给我飞走了 我,呃 珍珠不行 那么就来试试Gabby Gabby,呐 Gabby,你跑什么 你过来 你昨天不是夜厅喜欢吃的吗 那你过来 你过来